我還是以講 我們新城鄉受到了委屈噪音為主 這個不講都不行 雖然是老生常談 但是還是要講 也要捍衛我們新城鄉來表達 我對新城鄉的不公平 因為所有的重大軍事設施 都是在維護我們全國人民的安危 但是不能因為受到地方上 我們受到地方上的損害 全國民眾應該共同負擔 我們先做跟我講說 噪音防治費是由一個噪音防治小組 來配合它的額度 從民國89年開始 就我來防治噪音小組 然後92年就開始廣大的發放 但是我們新城鄉有9 目前是等於有9個村 7個村是在3級噪音區裡面 但是1、2、3級都是發放的一樣 2萬2 本市認為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一直在從我當議員以來 就一直為了這個事情爭取 所以就不錯 在今年也就是111年 就是為新城鄉兩個名額 就是鄉長跟我 然後為我們新城鄉這個噪音 這個房子來做發生 那可是據我所知 雖然是110年8月26號這個給我穩 但是他講說要第二輪過了以後 才會給三級噪音區變成3萬 但是後來我問了我們台東那邊 他們是很早他們就3萬了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民航佔了4萬5 那對我們新城鄉真的非常不公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應該為我們新城鄉再繼續發生 因為比例原則要對 那如果說你沒有追溯 我認為應該要追溯 不追溯的話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先有租戶才有這個機場來 那不能所有的那個一級噪音區 那因為那個機場是在我們新城鄉 不管是四川連隊五連隊都是在我們新城鄉 因為我們新城鄉面積2194公頃 但是我們有615公頃是被金灣占用 有將近四分之一強的這個土地是被金灣占用 本市認為這個噪音防治費比例原則應該要對 那如果說那麼的堅持說怕別人會講別的區域 譬如說集安收聞會講說 那也不行不能追溯 但是那邊是一級二級 我們這邊是三級 比例原則要對 不然可以把這個機場牽到別的地方去 我們新城鄉不要 因為我們有限高限見 我們地方不能繁榮 如果可以牽走的話 我們樂觀計程一毛錢都不要 我認為不要為了這區區的8千塊 來跟我們新城鄉有所增值 那當然我現在是委員之一 我也會捍衛我們新城鄉 這個七個村子 那個三級造業區的限高限見的這個問題 來再繼續發生 然後還有我也希望 就是這個 我們因為我們地方上 就是因為受到限高限見種種的因素 再來更離譜的是 在我們限高的居民要蓋房子的時候 還要繳1萬塊的航管測量費 因為我們是因為限高就受到限制了 又要繳這個 航管測量費我覺得不公平 你應該由我們國防部來 來吸收才對 還有我們原住戶因為房子年久失修 漏水要翻新 也是受到多重的刁難跟這個限制 我覺得應該要有所改善 因為已經那麼久了幾十年了 房子破具不堪要翻修 還要受到國防部還有軍方的總統限制 應該要有所改變一下 那個房子都沒有比電線高 為什麼要整修一下 而且不是增高 有這麼多的限制 我希望我們的 既然我加入了這個噪音改善小組 我希望所有另外12位13位 能夠接地氣苦民所苦 這個噪音房子會讓也能夠落實 再來就是我也要特別講到 因為有民眾跟我投訴 就是亞洲水泥公司這個散裝水泥車廂 我不知道有沒有規定是每趟車廂是要幾截 每次載重的重量是多少 有沒有超重 因為我接過民眾講說 從新城到嘉興村這段路的鐵路 坐在火車上感覺就是比較搖晃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段路程裡面有水泥車影響所致 這個我就不了解 但只能查一下 那這個像亞洲水泥這個到港口這段鐵路的這個運載 24小時都沒有限制時間嗎 希望能夠營運的單位 不要剝奪園豬的生活品質 尤其在嘉興村嘉蘭一街旁邊的豬 剛好是在往港口路線的這個爬坡點 這個爬坡力加上重力 照應很大 居民都無法安寧 那因為當時這一段路原本沒有加那個圍牆 當時他們的居民也有去握軌 後來才加了圍牆 因為那個散裝水泥車或是那沙子都會掉到他們的屋頂上 他們也是不甘其擾 那現在雖然加裝 但是這個這個重量 他們每天24小時沒有電視的 也是五六點就這樣子開 我是希望鐵路局跟營利單位能夠審慎評估跟重視 不要只有短視盡力 沒有那個這個民眾的感受 他們的生活品質我希望能夠有所提升 希望那個鐵路局跟營利單位能夠來重視這一點 還有這個我們花蓮有這個獨天德後的這個海域 那個觀光客也非常多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憲政委有開放這個獨木舟跟這個沙灘車 那也順其名義 所以我們憲政委現在發放了19張沙灘車的執照 並開放和平溪到這個花蓮溪海域 我希望我們憲政委能夠站在福島的立場 跟相關單位譬如林務局啦 國有災災局啦 還有農民啦 訂製儀場等溝通協調 讓業者能夠生存也帶動我們地方上的觀光 那不然他們這樣子 其實他山車無所適從 雖然沙灘是公共財 但是有時候 跟那個來來民眾會有種小衝突 我希望能夠來溝通協調這樣子